哦,你还有Willy? Willy是中国的朋友 我期待再回到这年或到次年去中国 我爱这个国家 2017年的夏天,C罗终于兑现了承诺 以个人名义来到了中 开启了他首次的个人中国心 尖叫,黄欢,喜极而泣 在足球的世界里 能引起如此轰动的也只有他 上海八万人体育场 上海上岗大战广州恒大 C罗用标志性的进场动作 以开球嘉宾的身份 第一次登上了中超的赛场 在观看王上岗和恒大的天王山之战后 C罗一刻被停 赶往了他的中国的下一站,北京 而在与球迷的见面会上 C罗也见到了他一位中国朋友 因为他的同样身批7号球衣的五球王,吴磊 这是两位7号裹脚的历史性会面 C罗和吴磊惺惺相惜 交换了彼此的球衣 虽然没有和吴磊直接交过手 但对于年轻的吴磊 C罗却给出了高度的建议 你必须要严重 我可以看到年轻人们都很严重 他们喜欢比赛场 他们很快 我认为他们必须要专业 那些不太强 如果是快 你能够做其他东西 肯定的事 在赛面会 C罗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水立方 和刘翔、李娜一同担任了年度校园体育的颁奖嘉宾 而在颁奖完毕之后 C罗又现身奥林匹克体育场 来到了北京校园足球联赛决赛的颁奖现场 对于这些有天赋的小球员 C罗亲自走进球场 当面传授他们引以为傲的任意球技巧 面传完经验后 C罗正是当众展示起了自己的绝火 还有那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在由C罗亲手颁发完奖杯后 整座奥林匹克体育场陷入了狂欢 短短三天 C罗所到之处热情似火 他用非凡的个人魅力 引爆了2017年夏天最热的追星狂潮 这就是C罗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